露营了一晚上 然后睡觉也没有睡好 因为边上就是国道 晚上打车光灯光灯光灯 实在是太乱了 噪音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今天是从石家庄出发 石家庄出发去往洋泉方向 过娘子关 然后今天就能到山西境内了 昨天晚上睡觉 睡袋都没有打开 晚上还是挺热的 然后收拾 出发 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东西已经收拾完毕 准备出发 这里的东西收拾了得有40分钟 快一个小时了 然后这边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出发 先去去点早点 石家庄植物园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山了 马上进入山里 从石家庄出来 四五公里 就能看到山了 考验开始 出了石家庄市里 现在在路泉 但是到路泉以后 明显的感觉气温低一点 现在骑行好凉爽 现在是一路小上坡 马上进入大山深处 找个早餐点 吃个早餐 再采购一点物资 今天准备露营大山里 陆泉区 政府 真不容易啊 从你找到一家 独辣汤 就在这吃 手机卫星定位信号弱 位置更新可能延迟 现在还定着位呢 然后早餐多吃点吧 这么多东西 两个油条 两个饼 一碗胡辣汤 八块钱 感觉这边物价真低啊 感觉allow 嘞 嗨 嗨 交通 麻 health 小心